各位大家好,我們繼續閱讀伊斯蘭色幸福 今天我們講的主題是中國人比較少說,或者害羞 很少去提及 或者不會大大聲說,通常是私底下說的 或者要等很大一個人才夠膽去講 或者說的時候,別人覺得你不正經 這就是夫婦之間的親密關係 在伊斯蘭教中,夫婦之間的性行為是一件善行 可能做得多,網上就會更加祝福 作者跟一對埃及的中年夫婦聊天 話題是這樣的 如果丈夫想做愛,但太太不想的時候,應該怎樣做呢? 這句話就成為了當日討論的話題 當被問到在日本的時候會怎樣處理呢? 作者就說,沒有辦法 但是,丈夫只能夠免為其難,忍一忍 沒有辦法 埃及的太太很重語氣 有這樣的回應 男性基於生理健康需求,想做愛 為何要忍耐呢? 忍耐這件事在伊斯蘭教中是被禁止的 應該有一個伴侶聲 不過不要緊 作者就覺得很震驚 原來忍耐性慾這件事都會違反伊斯蘭教的教義 原來伊斯蘭教連這種事都有規定 當時的衝擊令作者永世難忘 伊斯蘭教和生活中的面向 每個方面都息息相關 沒錯,連床上也一樣 它是不分神聖和世俗 這就是伊斯蘭教最大的特徵 不要說很神聖和低俗 古蘭經和聖分對於聖行為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載 古蘭經第二章223節就是這樣說的 妻子是你的耕地,所以你可以隨意前往 伊斯蘭教的方法和體位是自由,沒有規定的 也是一個很自由的 而將妻子比喻為農地這種牧人的表現方式 可以看到伊斯蘭教的一些性的觀點 其實妻子也是要很歡迎 隨時很歡迎 丈夫去找你,大家有親密的接觸 而這個性行為不單單只是為了生小孩子 不是為了生育 而單純我不生孩子 只是為了滿足性慾這個性行為 都被視為一種善行 在聖分裏就這樣說 教友們說 只信奉奉安拉罷 患有誰會因為自己 只是單純滿足性慾的 而給你報仇? 他意思就是 當然要信奉安拉罷 有甚麼教 你去做愛 他也去報答你 誰那麼笨 誰那麼笨 如果是正當地執行性慾的話 當然會得到報仇 這就是性分裏所說 但如果其中一方想做 但另一方持續拒絕的話 這就會構成離婚的正當理由 這也可以成為離婚的正當理由 如果是性不協調 性和愛 真的不能分開 如果真的得其中一種 其實也會是一種問題 正因為性是非常重要 所以勸導人 在夫妻這個穩定的關係中 去享受性生活 都是要去鼓勵 大家都要有這樣的追求 這件事不單止避免女性 在不情願的狀況之下懷孕 亦都鼓勵夫妻之間的性愛 是有助於 當然他剛才所說 不是為了生子 純粹滿足性慾的性關係 其實都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當然就是 透過這件事 有美好的性生活 去達到多子多孫 亦都是伊斯蘭教的方向 或者目的 或者鼓勵你去這樣做 或者都是一份祝福 所以性生活就是非常之重要 今天這個主題就講到這裡 因為下一個主題 都是關於夫妻生活 我們下一集再講 多謝各位